大概我们刚刚的练习 主要是新增一笔 然后再新增全部 那最后的话呢 再把它全部查回来 那理论上这里面 大家还可以再延伸 就是我们刚刚还有提过就是 除了insert into之外 它要update跟delete 不过这部分当然 如果可能延伸性 自己再练习看看好了 不过呢 可能如果你要做新增 新增修改 修改的话 也许你是不是再另外 再做个表单了 就是说可能要额外一个 就针对是修改做一个表单 然后它去填哪些条件 填完之后再update 它就会去更新某一些资料 OK可能要另外再做一个表单了 额外的就是修改方面的表单 那删除之类也是一样 你可以另外再让它 看要根据什么去删资料 诸如此类的 那这个我想各位可以在自行 在练习看看 那其他的部分 还有就是说底下 ADO 大概主要这个 那另外就有关 连结的资料库 因为我这边只有介绍是SS 可是如果说你的需求 可能不是只有SS 还有别的 因为公司可能用的资料库 总类不见得是SS 还有其他的话 那你这个地方该怎么去把它做修改 其实程式不需要做任何太大幅度的修改 你只要改一个地方就可以了 就是 连结资料库 其实open ADO还蛮厉害 ADO基本上 只要是资料库 他都可以帮你连 所以ADO 不用改 要改的部分呢 就是后面这一串 驱动程式 跟他的data source 那如果他是一个档案的话 档案形式的资料 像SS 那你就给他一个路径 但是如果说他是一个网路型的 比如说MS SQL 或者是什么MySQL 那你可能需要给他一个IP位置 就是那个server在哪一个IP位置上面 或者还有什么user ID跟password 因为那种网路型的 一定要是user ID跟password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修改 其实特别注意 跟各位介绍一个网站 其实我这个这一段 其实是从那个网站复制贴上来改的 非常简单 那个网站 你只要是其他资料库 可能要记一下 他的网址叫www.connection 有没有 ADODB.connection 对不对 一样的connection 后面加一个twist twist就是字串 所谓的连线置串 连线置串 HIS Connection Street 意思就是刚刚那个driver跟路径 那个就叫Connection Street 那也就是说 如果你将来有不同的资料库的话 那你只要找到Connection Street 把它怎么样修改一下就好了 改那一行就OK了 其他可以不需要修改 因为在那个我们刚刚的语法里面 其实引用ADO都一样 只有连线不同 那SQL语法因为也有的共用 所以不用改 只要改中间 所以有open这一串 这一串 那这一串 怎么来的 基本上Connection Street 这个网站 有没有看到ASIS 那我怎么来的 ASIS 顶进去之后的话 那我就看什么呢 我用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12的版本 对不对 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就在这里 provider等于什么 有没有 data source等于什么 就这一串而已 那顶多是他如果有password的话 那我再加上password的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直接复制贴上就卡 你会发现一模一样 有没有 这一串嘛 有没有 那只是说 这边我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 就是 this workbook.pass 对不对 入境在哪里 那security后面这一串 其实可以不用加了 就是上面这一行就OK了 这个是 access的用法 有加password 另外的话 它有一个什么呢 它这个有个什么 其他的这个路径 这个其他 那另外如果说你是网方的写法 有没有 它这边有个叫什么 network location 有没有 网方的写法 有没有 反斜线嘛 哪一个就是电脑名称 然后它share出来的forter名称 然后呢 有没有 它哪一个路径 也就是将来如果你要共用 假设assys 它可能会牵涉到网方的共用 那共用反正就是在这里 其他大概 这个第一个 如果你是assys的话可以这样做 那还有没有其他其他的资料库有啊 你会发现这上面一堆啊 assys 不过它好像有一个是最常用的assys了 然后其他还有像常用的像什么mseql msseql oracle 这边有嘛 OK 然后mysseql 这边也有 那如果说你的资料库种类 当然前提第一个你要先确定 你有没有安装驱动程式 第二个你的connection suite怎么下 那如果两件事都搞定的话 基本上呢不管你是哪一种资料库 其实要连线啊 基本上都不是问题 基本上我试过很多种啦 应该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啊 因为资料库啊 如果用档案式的 其实问题还蛮多的 我建议你可以用mysseql 但是mysseql也是一样我刚刚讲 就是第一个你要驱动程式 所以哦 驱动程式 如果假设了 我们要改用mysseql的话 该怎么做 那mysseql各位可以看到 程式码里面有一个括弧mysseql 做法 当然 不过各位要有点心理准备啊 因为它是一个网站型的制服器啊 所以哦 还有蛮多地方要弄的哦 那可能哦 特别是有一些细节 如果你做错的话 可能就会架设失败哦 不过呢也没有那么复杂 你只要 按照上面的动作 去把它分别完成 我想 我自己做的是失败率很低啦 但是我发现你们做好像失败率都很高 哦 我没有遇过的问题你们好像都都出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哦 那不过呢 倒也没有那么复杂了哦 只要照这个上面做 首先第一个哦 我们要先需要有一个就是 呃 这个这个打包档 叫XMPP 有没有 SAMP 这个SAMP哦 563这个 那它的档案有100多Mb 请各位先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到哪里哦 这个因为这个是 等于是一个打包档 它里面当然除了MySQL之外哦 其实它还有一个叫SAMP的 就Apache的Server 就是制服器的Server啦 哦 里面还包含PHP啦 也就是说哦 它其实本来的作用不是只是做资料库的 它只是它最主要是要架设动态网站的哦 PHP的Server啦 那因为MySQL是它里面一个功能 哦 啊我是觉得用起来倒霉是 因为它已经帮你打包好 所以你下载完之后哦 我是把它下载到低碟 然后你把它解出解压缩啦 应该我把它解到那个我的低碟底下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在 呃我们的低碟底下 低碟底下 然后可以把它按右键 记得哦 解压缩字词就可以了 哦 啊特别是哦 SAMP这个资料标里面 因为我外面有一个中文名称嘛 主要是那个 那你解压缩字词的时候 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 建议是解到根目录 所谓的根目就是C碟、D碟、E碟 啊不要放在那个什么桌面上 也不要放随身碟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解压缩之后 请特别注意不要有中文的名称 那虽然我本来外面有个瓜糊 偏运营做还这样 其实你解压缩 按右键的时候呢 记得解压缩字词 它就不会有那个名称 特别是不要有中文名称 那不要放在奇怪的目录里面 就放在根目录底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这两件事要特别注意 那解出来之后呢 它就一个打包档 它可以很方便的很快的让你架设伺服器 所以打开来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需要做哪些事情 请你按照照着这个来做 第一个 setup 第二个执行它 setup是把这个伺服器先架设好 再来启动它 执行什么 Apache 跟MySQL就OK吧 那你想说 那老师干嘛执行Apache呢 因为Apache是webserver 那MySQL 如果你不执行Apache的话 你变成你要去执行 文字模式的指令输入 去存取它 但是如果你要Apache呢 它会在网页上面给你的图形化的管理工具 它叫PHPMyAdmin 它可以透过图形化去管理MySQL OK 当然没有人 而且我想应该也没有人 就是要用文字模式去打这个指令 其实相当的困难 那这边的话把它start start OK 然后再来就设定安全性 OK 那我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先setup它 setup这个 点两下 按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出现这个讯息 那接下来的话呢 它如果 特别说如果你成功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 have fun 有没有 就是 让你enjoy 已经装好了 OK 那特别注意到你装一次就好了 因为之前有同学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 后来我才发现原来他点两次 他又再执行一次 他就出现什么 sorry but nothing to do 表示呢 已经做过了 我突然看到这个画面 我也不知道你错哪里 OK 因为我从来没出现过 后来我再执行一次 发现原来你是执行两次 我才终于知道答案了 OK 好 你第一次执行一次 如果你执行第二次就跳这个画面 因为很多同学都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一直没有答案 后来我才终于知道了 原来 OK 所以你执行一次就have fun 执行第二次就sorry了 OK 好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它启动起来 SAM 这样SAM之后再启动它 执行 这个时候的话呢 执行好像执行错了 不是执行这一个 是执行control这一个 所以 怎办 OK 不管它 反正就control这一个 不是不是这个 你看我 连我自己都会错 所以没关系 你可以知道 看图 看看这个 12这个 OK好 然后把它点两下 control 执行起来 这个时候呢 他会跳右下角 而且会放你一个start的按钮 这个时候呢 理论上会跳那个防火墙 问你允不允许 记得要允许 否则它会挡下 挡下你这个就没办法运行的 因为它其实会存取你的那个paw paw的话在80 这个myseql的话 好像另外一个paw start起来 好理论上呢 它会去 防火墙80跟443 这个是sll 这个这个 这两个paw 然后呢 myseql把它启动起来 这时候的话呢 它用3306 那因为我好像原来 防火墙就已经允许了 所以没跳 假如你跳那个防火墙 你就一定要允许 那如果你跳起来 它这个已经有绿灯了 那恭喜你 它已经启动起来了 但是如果说呢 它是跳一下又闪退的话 那问题就可能很严重 可能设定上面吧 再检查一下 OK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啦 因为有些状况说真的 我也不太知道到底 我都是照就是正常模式啦 因为你不要就像我刚刚讲的 第一个 你的那个目录 请特别注意 不要有目录里面的目录 或者是中文目录 第二个请你解到根目录 C叠或D叠 那如果这样 我想应该就没问题了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刚刚主要是介绍就是 如果你要连结的是 其他种类的资料库 可能是mssql 可能是myseql Oracle Sybase 等等的一堆啦 那你可以去那个叫 triplew.connectionstreet 网站里面 都会有连线自串 未来你只要更改那个连线自串 其实 就可以连结不同种类的资料库 因为ADO跟seql 都是相同的 第二个我们再来就是 举另外的例子 就改用myseql 来连线 不过myseql这东西呢 已经又升级到 伺服器等级的 这个资料库 所以 它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用的资料库 它不是玩具哦 OK 所以你如果说真的要拿它来用 是绝对不会有问题 而且你放大量资料让它跑 也都不会有问题 几千万笔资料给它跑都没有问题 可以先试试看 咱们